这个男人吃了柯南的病小药 就回到了17岁的样子 并且给他药丸的人还承诺 在他病年轻的一年里 无常给安排衣食住行 嗯 这种好事 咋没落在我头上 男人名叫海奇心泰 是一名27岁的无业游民 明明是个研究生学历的高材生 结果却因为毕业三个月就持着的履历 导致之后应聘老是被刷 就连老妈都打电话过来 断了一直供到27岁的生活费 落魄的海奇在街上垂胸顿足 就在这时 一个改变他命运的人出现了 竹筒到豆子般 将海奇的经历理了个遍 表示这里有一个改变人生的机会 你离吃喝不愁 只剎克力药 只要吃下午给你的药丸 加入我们的研究计划就行了 海奇表示要考虑一下 但等第二天醒来 他却惊恐地发现自己变年轻了 变回了高中生的样子 仔细一琢磨 才想起昨晚喝醉 发酒疯 把药丸给吃了 昨晚的笑咪咪也找上了门 给他送了校服和教科书 没错 从现在开始 海奇必须扮演高中生 度过为期一年的研究阶段 这个27岁的男人 吃了一粒药 睡了一大觉 变回了高中的样子 这一切 都是因为他加入了一个神秘的研究计划 而他在这一年的全部消费 都由研究所承担 没办法 这一团都上了 海奇只好乖乖认命 等待他的事 背负着升学压力的恐怖高三 压力山大的海奇 进门就闹了笑话 由于没注意到位置 是按学号排名的 屁股还没坐热 就被座位正主赶走了 自己的座位则是经典的主角位 后排靠窗王的故乡啊 诡异的事情来了 那个笑咪咪研究人员叶明 居然跟自己待在同一班 看来今后的一举一动 都被人家监视着呀 经过轻松的自我介绍环节 海奇的心态慢慢平静了下来 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好家伙 我都27了 还要考试啊 不过哥们研究生的学历 也不是摆架子的 没准自己能在考试中一举成名呢 海奇乐呵呵的打开书包找笔 完了 八笔K入了 一旁的老师 看到海奇的小动作后 赶了过来 本以为海奇是在准备作弊 结果在书包里摸索了一番之后 只不过是香烟而已 砸了嘛 海奇瞪着无辜的大眼睛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反应过来 俺现在是学生来着呀 得 不良少年的标签 已经被钉上了 放学还得去老师办公室谈人生 这真是终极噩梦的开局呀 明明已经27岁了 还是研究生学历 虽然要回高中学习考试 海奇的脑子 已经完全是个懵的了 考试总算是开始了 可比该没还是没呀 看来自己的重来人生 就要栽在这第一场考试里了呀 好在 又捉受生 伸出援助之手 由于书包里藏烟的恶劣行为 海奇在放学后 被叫到了老师的办公室 被讯化的时候 海奇的内心很无奈 因为老师说不定 还没他年纪大呢 一问果然 才25 自己可是2728的高龄了 但得知了老师的年龄后 海奇却敬佩了起来 年纪轻轻 就有了稳定的工作 真是一个很能干的人 感受到海奇发自内心的敬佩 老师笑了出来 因为年龄小的事 一直有人瞧不起他 海奇的话 真心的打动他 但开心归开心 检讨输这茬 你还是别想逃啊 领了检讨纸的海奇 垂头丧气 走在回去的路上 叶明已经在等着他了 他当然也是成年人 只是因为是海奇的支援者 所以跟着一起嗑药 变年轻了 海奇抱怨 重生就重生 来高三 也太折磨人了吧 一直笑嘻嘻的叶明 变得很认真 这是理所当然的 他们的重生项目就是 让尼特族重新做人的计划 在这一年里 海奇先生 能否通过努力 去改变人生呢 海奇的重生计划正式开始 将17岁的人生重来一回 落魄的他 会出现改变吗 6 7 7 7 9 7 9